問題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想說 所謂的就算是很輕微的 所謂的微震形 它還是會有失敗的例子 對 也許我們剛剛說的 可能眼睛變這樣的 下巴這樣歪的 對 或者是還有了 有沒有看過臉是這樣子的 我有一個朋友他去打 他的他的眉毛就從這邊這樣 就一邊 那就把另外一邊也打成這樣吧 朋友是他嗎 這個是一邊的臉 好慘喔 而且他就一邊經驗而已 這個可以去微調 可以胸回來 怎麼調 還可以調 這邊的肌肉張力太強 所以才讓你這樣拉上去 這是打了哪裡啊 他原來是要打抬頭紋 所以你看他皮膚很光亮 是 這個是四十歲的人 所以他皮膚應該皺 其實結果不好 就是你講的失敗 有兩個 醫生有 他睡覺眼睛閉不起來對不對 這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閉得起來 要不然他一直這樣 因為他眼睛睡覺都這樣 真的窮人這樣 有時候是打的位置不對對不對 打的位置不對 這是醫師的責任 打的伎量不對也是醫師的責任 可是術後的照顧是客人的責任 可是你看上面的那一張照片 失打肉毒感菌後 我不覺得它怎麼了呀 做之前你看他 皮膚很細 一絲一絲的紋路 打完之後這個皮膚是平整的 很好啊 狀態是很好的 可是通常肉毒感菌 打到這樣下火就OK了 是 有的人會看鏡說 我這裡還有一點毛細孔 還要再打 最後你的肌肉整個攤掉 就不會動了 尤其是眼睛周圍 那個魚尾紋還有眼睛下面 我們的眼睛是一個動態的地方 就是你在講話在笑 你要瞇一下這樣才是笑 你如果嘴巴笑 眼睛沒有跟著笑 那個就是僵硬的意思 那很詭異 尤其是到最後又挑起來 那整個是僵硬的 給人家害怕 就是身為形容的 鬼故事的意思 對啊 所以像這樣子 其實已經達到 我們要的效果 是 可是有的人他還不滿意 這已經是六十五歲的人了 可是達到這樣的皮膚不錯 可是他會覺得說 我還要再打 其實在這種情況 就是醫生有責任要 要踩煞車的對人要去說明 可是通常我們在說明的時候 很困難 對 他會覺得你捨不得再把 有時候自己好像鬼打牆 還是中邪了 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 有時候這個醫生不幫他打 他會去找別的醫師打 是 這個時候恐怕要 正確的觀念很重要 就是要讓他知道 醫生跳出來講沒有用 應該都要命理老師 跳出來跟他說 我想命理老師或盛美 會來講才有那個幸福力 因為我講他會覺得你捨不得打 你不願意幫我解決 因為我們是當事者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有時候很信任醫生的 你原來是這樣的節奏 可是我想一定有三四十%的人 會覺得說 你就幫我打嘛 你就幫我打 其實那樣的結果 反而會得到不好的 沒錯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張 這個是所謂的施打 也許是禁膚或者是飛鎖 雷射之後 然後變成這樣子的照片 上面這個是做光療的 至於哪一種光療 我們光這樣沒辦法知道 可是可以看見他皮膚 是很嚴重的被灼傷 對 被燙到了 對 還有色素 所以這種我們去判斷 事後判斷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病史是怎麼樣 事後去判斷當然是 很可能下手太重 就是沒有經驗的人打 或者是肌腫太差 太陽春 第三就是手術後的照顧 做完治療後的照顧不好 我想這三個環節都很重要 比方說 我知道坊間很多美容師 方療師 他就拿著 他們的那個美容餐廳 就有這種光療機器 在幫人家打 那種機器大概 它的價位都非常便宜 對皮膚的保護 冷卻 還有安全都很低 我們在用的機器 大概都比它貴 十幾二十倍的價錢 當然那種機器的安全值 就非常非常的低 然後他幫你這樣打 其實我想它是利益是好的 要幫你打到效果好 那可是機器的 它的能力沒有那麼強 或者是說 它的打得你經驗不夠 都可能造成超過 那關於最後的照顧就是說 有時候打完光療 剛剛這個聖妹姐跟老師 都有講過 術後照顧很重要 你要知道 你做任何光療 皮膚就是受傷狀態 那受傷狀態 你要知道保濕 要知道防曬 要知道怎麼照顧 不能說做完第二天又去玩 或者去照直曬陽光 所以這樣的皮膚其實是一個 很好的案例 讓大家去知道說 這些細節我們都要去注意 可是你看那個 圍巾池之後的那張照片 這跟術不術後沒有關係的吧 這是它自己體質過敏了 還是怎麼了嗎 對啊 圍巾池比較跟術後照顧 沒有關係 這個材質的本身 它是一個比較硬的東西 所以圍巾池產生一些組織 壞死 大部分都是因為它打的量太多 太多 塞得太滿、太硬了 然後讓你血液循環變差 那這個不會沒有辦法修復了吧 這個不太可能回到原來 它拿不出來嗎 它沒有辦法拿出來 它不像玻尿酸有解藥 而且玻尿酸也不會到這種狀態 玻尿酸會化掉 對 聽說 最後就硬了嘛 它是有含鈣的成分 所以它是一個硬硬的方式 你看 好恐怖哦 所以千萬不要亂弄耶 是啊 把自己弄得像白皮心一樣 真的 我想它應該是跟醫生好好溝通 分兩次或三次慢慢加到那個量 這樣一定是安全的 可是醫生